OK 同学们我们这个视频呢就要学关于 Modern Harbour跟Modern Harbour等度的这个是Part 2 比较 进阶的一个问题的研究 首先呢 先给大家 重温一下关于Modern Harbour跟Modern Harbour等度的 一些用模拟器来给大家呈现 这个Heat Capacity就是我们的所谓的Modern Harbour 就是Scharak Umum的啦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比较小块 这个东西比较大块 我们一般上是 直观来讲呢我们就当做这个大块 大块的东西呢 它的M比较大咯 这个小块的东西呢 它的M就比较小咯 记得我们要研究的是 Heat Capacity就是笼统的Modern Harbour 那么 当我把那个火点燃的时候 我们来观察看 到底谁的 舒服起的比较快 这里还写 Small Heat Capacity 这里他写 Large Heat Capacity 因为他小箭嘛 OK 我们看啊 我们先用公式来解说 因为我们的公式是Q等于 C 我一样开灯啊 开这个 火烧他的时候 我的Q是Sama的 然后 我们在研究看 当他的这个小箭的东西 他的 Modern Harbour是比较小 他会发生什么样的 输入增长率 至于这个 也是一样 Q等于 C P 我给他的Q 也是Sama的 就是我一起点燃的 一起点燃 然后呢 这个他比较大的 Nilai Modern Harbour 至于他的这个 Program 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公式可以看 另外一种比较冷门的公式呢 就是用 Modern Harbour 等度 跟那个 Modern Harbour 来做比较 其实 Modern Harbour等度呢 就是拿Modern Harbour 来除以 GSim 我曾经讲过啊 因为Modern Harbour等度啊 是有KG的成分的 然后这个Modern Harbour呢 是没有KG的成分的 但是呢 这个是比较冷门的公式 所以当你把这个M提上去的时候呢 CM等于 C 所以在 同样一个网上呢 如果我把这个C固定起来呢 意思说 越大件的东西 越大块的东西呢 会造成我的Modern Harbour越大 这样子的理解了哈 我们来一起开火 大家注意看它的温度的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里你看30了 这个才26不了 这个35了 这个才28不了 所以 小件的东西 比较小气 大件的东西 比较宽容大量 这个大起大落 它不一定只是 输入的增长 它也包括输入的降低 小件的东西 容不住 包不住秘密 然后大件的东西呢 可以宽容大量 海纳白川 所以啊你看呢 一样的哦 一样的 哈巴里供应 一样的quantity 哈巴里供应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这个起到这样 大疏忽了 这个才 降不了 OK 这个已经100度了 这个才60 点2度不了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来看 Q 等于 C Bruppantita 吗 Q是 OK 左右两边都是 但是这个 输入增加比较多 Bruppant输入 这个比较多 所以如果把那个 Q Bruppant Bruppant输入 等于C的话呢 你会看到 因为他的Bruppant输入高吗 然后这个是Tab的吗 Tab 所以他的C就比较低了 比较小啦 OK 至于这边呢 也是一样哈 Q Bruppant data 等于C 因为他发生的 从刚才的那个 起仙的温度起到这个60.2度啊 他是发生 比较起这个左边的呢 他是比较小 所以他的Motan Harbour是比较大 OK 他比较 能够海航 我们再看 Specific Hit Capacity的 刚才这个是Shtarra 我们来就是 不公平的 做比较 因为一个大间一个小间不公平嘛 我们再看比较公平的 这个就 Specific Hit Capacity了 因为两个一样大块 两个一样大块 但是 这个时候可能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巴汉来的 这两个啊 不同 因为 同样的机身 之下呢 要有不同的巴汉 才能够呈现得出 不同的 消息 这他讲 Nilai bagi Mottan Harbour 等都啊 小Nilai 的 Nilai Mottan Harbour等都 这个是 大Nilai 的 Nilai Mottan Harbour等都 当我一起开火的时候呢 到底水会比较热 水会增长 舒服比较高 给他们从 20度起跑啊 公平呢 公平的20度起跑 公平的1KG做比较啊 1KG还是多少KG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一样大快来 我们开火吧 OK你看跑马正在数据 跑正上去 OK这个30度了 这个才25度 小的Nilai 大概这个72度了 OK这个已经72度 这个才 46度 不了 所以这个可以做到什么结论呢 要记得我们的 口诀哈 口诀就是 小Nilai的C呢 他是Emo 他是小气 他是大起大落 他是快冷快热 所以这几个 关键的形容啊 来形容小气的 OK C 所以小C呢 他一下子就 pick check了 一下子就被气怒了 被大喊了 然后这个呢 是 大Nilai的C呢 他就 比较稳重一点 比较冷静一点 然后比较慢冷慢热 相反啦 就是打反义词啦 他比较大量 他比较 不会冲动 然后他 慢冷慢热 这个是大Nilai的C的 形容词 大家去记得 接下来我们来看Experiment OK今天我们就 开始学 认识他的Experiment Undo Mungkazi Nilai Mata Habatandu 上个星期的那个视频哈 我们已经知道说 每一样东西的 EKG 可以呈现 这样多不同的 Nilai Mata Habatandu 然后可以列出来一个表 把它呈列出来 那么这些数据是怎样去判断而得值的呢 这里有提供两个Experiment来让我们知道说 Desire的跟Solid的东西怎样去知道它的Nilai Mata Habatandu 首先4.1的Experiment呢我们要 学的呢 是关于IU的 IU的 所以我们就有这些组装啊希望你们学校有 机会让大家去尝试做 有动手做才会有那个 比较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看到 Termometer 在这个Bica里面装水然后装去一个Bagalanquasa有Bagalanquasa 这个就是 热水器哈 然后它是靠电力转换为热能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咯 你可以看到 Bagalanquasa 直接给我们Q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这个公司OK我们知道要我们要用这个公司但是 有时候问题不会直接给我们Nilai Haba 他会反而给我们 那个Bagalanquasa的power 以及他开了多久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用PT 来 知道他的Nilai Haba 多少 怎么会PT怎样得到呢 这个以前PT3大家应该有 认识到这个公司吧 Quasa ialah tenaga permasan Quasa的定义就是 kadarpermindahan tenaga 如果你要把它写成句子的话 Quasa就是 kadar permindahan tenaga 或者是 比 sama dengan kadar melakukkan Gerja Gerja 跟tenaga是一个family的 Gerja跟tenaga 就是一个family的 然后我有讲过 凡是有出现 kadar的这个字的 就是要把它 除一个T在下面 你遇到 kadar的你就要记得 凡是有在这个 两年的 ksm的physics 学习当中呢 凡是遇到有 kadar的这个字 Rate 你就要知道 下面有一个T的 如果大家要回顾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 Halaju的定义 Halaju的定义就是 kadarpermindahan 对不对 Halaju要啦 kadarpermindahan 或者是 Laju 要啦 kadarpermindahan 然后 治以perjutan呢 perjutan是 kadarpermindahan kadar你看 kadar就在下面了 T在下面 kadarpermindahan 就是perjutan 对不对 至于那个daya呢 是 kadarpermindahan momentum 对不对 kadarpermindahan 就得到daya momentum permindahan在上面 kadar在下面 所以记得 凡是有遇到 kadar的 他都有一个T 在下面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公司 Guasa 是denagapermassa 把这个massa丢上去 那Guasa乘以 你开了多久 那个permindahan 你开了多久 我们就得到 得到denaga 这个虽然是用E的标签 但是 这个是general的标签 general for denaga kinetic 或者是denaga 但是如果是denaga harpa呢 我们用一个特别的标签 用q 其实都是一样 他们都是unit jou 他们都是unit jou 给大家记得 这里呢就出现特别的情况 就是他 用 pt 等于mc 这里你可以看到 哪里啊 这里 pt等于mc 然后 和 对不对 所以本来是q mc data 现在变成pt mc data 其实还有很多种可以变化的 他不会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nota nota第7月 我给大家介绍 很多种变化方式 因为denaga是可以 bole boomba bentuk 如果大家还记得 pt3曾经学过的 hokum keabadian denaga denaga dida bole dimosna at d 不能够被毁灭 也不能被发明 但是bole bentuk dari bentuk denaga bentuk denaga 所以类似刚才那个experiment 所要用的呢 他是开 开permanus 开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denaga haba 然后就搭配跟这个mc data 问题也有可能考验我们 就是拿denaga kinetic 来变成denaga 这个haba denagakinetic就类似 一颗子弹 一颗子弹 飞行很快 有速度吗 一个飞行很快的子弹 有速度 然后他 the bernam dida blog 他 设在一个木块当中 他埋在里面 然后这个摩擦力使到这个 bole 停下来 这个摩擦力 产生热能 那个这个热能是来自哪里 这个热能也是来自于这个动能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 也有一些问题 他会出现这个mc gh 等于mc data 就是拿mgh来当作 q的那个haba 就是比方说 一个东西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他把门下给撞到东西 发热 出现热能或者是在掉下来的时候产生热能 然后撞到这边产生热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mgh等于mcdata所以种种的 转换方式都可以用 接下来 继续我们的experiment 所以记得 我们的pt 等于mcdata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 然后 他这里 我们可以 用tomometer去测试出来 他的 是多少 是多少 那么从这里你就会有 不如盘 对不对 这个是哪大减小 然后 当然是固定的吗 的 就是你 我们早早就测量出来了 至于这个我要 让他开多久 这个是我决定的我要开多久都是可以的 当我们 开多久 然后那个power guasa permanas 也是固定的 如果那个permanas 是蛮有效率的话 就是他 不会太老呗啦 他蛮有效率的话 他的labeling写多少 watt 他就能够提供到多少watt的power power power的unit是watt power的unit是watt 或者是 周11at OK 那么刚才我们讲 Q 等于pt 等于mc 和data 所以当你的这个watt乘以massawatt乘以sat 他就变成周了 或者是 这个周11at P的unit是 周11at 再乘以这个dataumunit 我就会割掉 我就会得回去我的周我了对不对 所以关键是你的 我们的T 一定是要dataumsa 我们的T 一定是要dataumunit 介绍我们来讨论一些 情况 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试验 我需要把它包裹起来呢 包第数呢 没关吗还是什么吗 我们的答案就是 为了避免他 供应的热能 被浪费掉啊 消散出去 外边 所以我们把它包起来 因为 Gattas 本身能够提供一个 格散 本来吧 就是比较 隔离啦 隔离起来 不要让它太容易的散发出去 保温的作用 所以我们都没有 避免 避免 接下来呢 为什麽 5min 他要我们做5min 这边 5min 我们开着店 5min 当我们5min 我们关店了 为什么 不要直接就拿 这个是可能 你刚刚关店了 但是他 最后一道 热能 最后一道 跑进去 他还需要时间 他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传递 热能 给这个 来吸收 那么他才能够更棒吗 如果我们一关店我们就拿 他可能还没有达到 OK 所以我们就要用 的角度来去回答 所以我们就讲 哦 那是4200周kilogram 简易 实际上当我们做试验的时候 虽然我们包到很 节食 我们以为我们做到很 好的防控措施 但是多多少少 它是还会消耗掉的 消耗在哪里呢 它肯定会 跑出去热能 肯定会跑的 我们又不是 跑到很厉害吗 再来 这里 录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位啊 那个permanage 录在水面上的部位 可能就 消耗掉热能 再来 这个整条 cable啊 可能会存在 连档案 所以虽然它的 labeling是 比方说是100W 但是它 在输送的过程中 它可能 就 因为 连档案到外 就bebas掉 哈巴出去了 所以有种种的因素 在这个输送热能的过程中 是会造成 哥 Hilang 哈巴的 Hilang 会造成什么事情呢 Hilang 就会造成说 我要达到某一个温度的提高 我必须要供应更多的哈巴 才能够达到咯 因为它已经不见掉了 所以我们就看这里 会不会有跟实际的 Nilay Watan 哈巴等度有差别呢 是会有的 我们的Nilay C的 Bada Experiment adalah lebih besar berbanding dengan Nilay 比较外 这个M跟这个M是一样的 但是平常呢 理想来讲 理想来讲可能我只需要给某某周 某某周的Tenaga 我就可以起到某某的 疏忽比方说30度 某某周的哈巴就可以起到30度 股票 收入了 但是这个时候哦 因为我好像不给力啊 我给力也好 但是被消耗掉了 我 我的这个啊 不能100%发挥在提高他的收入 我的一部分啊 可能啊可能90% 用来提高它的收入 另外10%浪费掉了 所以呢 为了要达到一样的30度的增长 我变成需要给开比较久 对不对 所以意思说 除到来哈 因为这个大嘛 这个大 然后这个M 过去给它除 这个Bluphan30度啊 过去给它除 变成我的C也会比较大 所以你来C Depada experiment Lebebasa Bunding 你来标外 所谓的你来标外 就是Standard 的你来 就是4200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因啦 OK 我们再来看 这样去提高它的 精准度 可能我们可以 尝试 嘎叫一下它的水 OK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 距离嘛 我们嘎叫一下它的水 以便说它的 Bermindahanhaba Adala lebe seragam 然后我们也要 pastikan permanas rendam di celub sepennonya ge dalam paras air supaya tiada kehlangan haba de berlaku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Balut dengan getas tisu Balut 中的 kehlangan tendaga haba 因为风是鼓励 Pengarelan udara Pengarelan udara 会造成 一些 haba 被带走 离开 所以它就会变成 浪费更多热能 所以要关 关那个风扇才能够进行 OK我们来到第二个experiment 它是要 tendu kanilai mata haba tendu aluminium 我们把aluminium定义在1kg 然后这个是特别的aluminium 因为它有一个坑 它这个aluminium 有一个坑在这边 它是这个坑 可以让我们把 termometer 安装进去 把它塞进去 同样 我们也有一个坑 让我们的permanage 可以买进去里面 OK 所以我们做这个experiment 同样的 我们的guasapermanage 多少就看你的那个数据 看那个Bengarelan guasa 能够提到 提供到多少的guasa 你要开多久 喜欢你啦 OK 至于G-SIM 定在1kg 刚才告诉我们1kg了 1kg比较方便 如果你要2-3kg 也是可以的 只是后面要除掉它 就可以了 数据awar跟数据harker呢 这个我们看 termometer就可以看得出了 所以我们计算呢 因为我们的公式是 pt等于mc perlupan数据嘛 所以你要找 nilai motor haba 等度 bagi aluminium 我就拿 pt除以m 再除以perlupan数 就是我的nilai motor haba 等度 bagi aluminium 然后这个记得 拿大数呼 减小数呼 就可以了 这里啊 他讲 apakamblei lakukkan untuk memperolih sentohan termo yang lebih baik antara berboli termometer dengan block aluminium sentohan termo 怎样让它能够 更好的contact 我们的方式呢 就是 加一层 的油在这边 加油进去 以便说 它contact的比较 完善 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坑在这边 比方说这个是我们的坑啊 比较大的 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坑 那个aluminum的坑啊 然后 我这边有那个 tomometer啊 当我把tomometer 折落进去的时候 即便是它 即便是它动到 它的 坑的钉钉 但是 这是solid跟solid的碰撞嘛 就是固体跟固体的接触 固体跟固体的接触 它是不太完善的 不太完美的 那如果我们 多加一些油下去 minyak di tamba ke dalam lubang yang di celupkan tomometer啊 加一点油下去呢 油就做中间人 给那个油啊 就做中间人来帮忙 传递热能 这个permanas的热能 传到这边 然后那个油呢 中间人啊 油作为中间的媒体 就把热能传给 berbuli 然后berbuli的 mercury就更棒 这样子 比较好的contact 所以我们可以说 tompa kan sidikit minyak ke dalam lubang yang mencelukkan tomometer 这样子啦 大概来 这个也是一样 Motan Harbat等度 standard的是 900 然后bandingkan nilai Motan Harbat等度 yang diperate experiment 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experiment做到的 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 因为 还是会有一些 消散的 还是会有一些消散 等那个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applicacy 到底 我们学这些Motan Harbat等度 他用在哪里呢 用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 的科技发展 的 使用 都会运用到这个 事情 比方说我们建物质 我们当然要保持我们的物质 如果是在热带的地方 我们要保持 没有这样热 冷的气候的地方 我们保持 不要这样冷 对不对 所以 Kaiyu 拿来做你的 墙壁啦 之类的 因为Kaiyu Motan Harbat等度 所以它是 慢热慢冷的 慢热慢冷 在大热天的天气呢 就慢慢变热 就不会造成我们 白天的时候 太快热起来了 如果你的 墙壁都是用 Zing 来做 就够力了 Zing版来做墙壁 你就够力了 因为Zing版很 Motan Harbat等度很低 很快热 被晒一下子 你就整间热起来了 所以就不行吗 我们要 Kaiyu Motan Harbat等度定义 慢热慢冷 他就不会太热 白天的时候 晚上也不会太凉 太冷 反正这个啊 周围都是下雪的耶 然后如果你是 用 Zing版来做你的 Ding 的话你就冬死在里面了 我们就 非常的冰冻在里面了 因为 Zing版啊 Motan Harbat等度很低呀 然后他一下子就把那个 里面 所存在的热能消耗掉了 但是啊 我们用Kaiyu的话 Motan Harbat 等度高吗 我们里面起火炉 他至少还可以保温作用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用 Motan Harbat等度量定义来 做这些 一些结构 再来 煮东西呢 Kaiyu Motan Harbat等度量定义的 这个部分 Kaiyu的这个部分呢 他的Motan Harbat等度是 冷的 以便说他快乐 快热快冷 煮东西啊你不可能 用 大锡 你用大锡的话他慢慢热啊你就 非常 你煮东西 煮东西我 开了火一小时都不能热的啊这样怎样办煮不到吗 所以我们要用 小你来的锡 来做这个 锅具 以便说 开火一下子 几分钟够他就热了 他就可以让我们很快的煮熟食物 但是这个就相反了 你的Permagang啊 我反而就不要快热的嘛对不对 如果这个 快快热 这个Permagang也跟着快快热啊 我就 根本握不住他了 所以这个反而用 Plastik Plastik呢是比较 慢热 Motan Harbat等度定义 慢热 比较沉稳 他不会小气 比较慢热 我就可以至少在整个烹饪过程中还可以握住他 这个就不行 这个要快热的 这个呢 Sapo Sapo的功能呢 他 他就跟这个相反 他不是要快热 他反而是要慢热 而且是保温 OK 所以 Permagang Permagang 他 Jones反而是 Motan Harbat等度定义的 以便说 虽然他 煮东西很慢 但是他可以持久保温 因为他不会 泄露很多热能 他不会一下子大起大落 OK 他慢慢 整稳 慢慢 降稳 所以他可以保温 接下来 System Radiator System Radiator 汽车的冷却系统 我们曾经讲过 Ier是很好的 Agent Permanage 所以Ier 我们不见 Watan Harbat等度 要定义4200周 KG减益 Digital Celsus减益 所以他适合拿来做冷却系统的东西 Agent Permanage 然后我们就 把水输送进去我们的 这里 会发热的引擎的周围 然后 他就吸那热咯 吸了之后他就输送出来 输送出来了呢 我们有这个 吹掉他的 热能 或者是吸掉他的热能 然后又在冷水就跑进去 跑进去冷水跑进去又在这了 又直接输送出来 又叫 用Kipas Radiator 把他 吹出去 Radiator是这边的 Ier Panage Mangalia Radiator 然后 Ier Seju Di Seju Ma Swo Le Kipas 然后好吧你白白看 这个是Radiator的事情 至于这个 宇航船 当他要返航 在地球的时候 当然我们送宇航沿上去太空 我们要送他回来的嘛对不对 不可能 常去久住在外面的嘛 还是要让他们回归地球的怀抱 然后呢 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 他们所做的 宇航船肯定会 经历很大的摩擦力跟 Lapisan atmosphere 甚至是会起火 周围都是火光到晚 所以因为很高速的 冲进我们的 大气层 他就会很高的摩擦力 以及造成很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 Lapisan Lua Capsule Angasa Dipobot Nip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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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tingi Dant Takarlabu Yangtingi 他就必须要 能够承受得住的 扛得住那个疏忽的 OK 所以 Motan haba等度要定义 慢慢热 不要快快热 如果他 快快热啊 里面的 宇航研就变成 烧猪肉了 就变成 熟了熟透透了 所以他需要慢慢变热的 然后还有就是 他能够 耐得住高温 Takarlabu 不然他在冲破那个大气层的时候他整个 宇航船都溶掉了这样也不行了 Takarlabu 就要高 再来 这里呢是有讲到这个建筑 还用Styrofoam Styrofoam Motan haba等度 Tingi 所以他是可以 达到 不会 快热 不会快冷 他就是慢热慢冷 他能够 减少温度差距在这个building里面 这个呢 Praalatan Mamasa 刚才讲了 他的 身体 Aluminum 需要 Motan haba等度 一边说 他里面的 食物比较快熟 但是你的 Permagang 这边的也好 这边的也好 Permagang 反而就要用 Plastik Motan haba等度 Tingi Supaya 你还可以 Permagang 你还可以wark 不要 同步的 生气的 我只要里面生气 我不要外面生气 里面可以生气 就是要让他 食物快快熟 但是你的 握饼 就不要快快生气 握饼就是要冷静一点吗 我才可以握得住 还有啊这个 海风 海风跟陆风 也是关于到 Motan haba等度的现象 这个我等要用我们的 Nota来做解释 接下来就完了 就洗题了 OK 海风跟陆风 我们转去 我们的Nota 用我们的Nota 这一类问题啊 很流行 出在Gtas 他可能会给你 4分的题 然后他问我们说 解释 Motan 海 BioLog 跟BioLog BioLog 跟BioDarach 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Motan haba等度的concept来 形容他 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先就是说 我们知道 海 海是 水来的吗 虽然他是有一点盐分 但是他的Motan haba等度还是最高的 比起这个陆地 陆地是 是石头来的 是 mineral来的 kmineral 或者是 矿物质 巴西 Solid的东西 所以Solid的东西 他是 小 C Iron呢 是大C 所以小C是小气的 记得哦 小C是小气的 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呢 就是白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当太阳的光线 照射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已经很快热了 快热 快冷 快热 我白天是快热 这个是 慢热 因为他 Motan haba等度高吗 而且他很深 他很深 他即使是吸收到热能 他可以传给下面吗 传给下面的海 深海 当中 但是这个 巴西尔的 Lapisan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深的吗 他没有这样深 他是Solid的完 所以这个快热 这个慢热 这边快热就会造成 他的Lapisan udara 这个 表面上都有Lapisan udara 他 上面 都有 Molecule Molecule udara 他的Molecule udara也变 很烫 很热 Molecule udara就膨胀了 Molecule udara Yambedakatan Darat 就会膨胀 膨胀了 他就会 向上深 Molecule udara panas Mengengbang Dan 那个Lapisan atas 他就向上深 向上深了这边就产生空缺 OK 靠近陆地就产生空缺 空缺呢 这边啊还是依旧很凉的 因为他慢热嘛 所以凉风 就 有机会 代替他的 空缺 所以凉风就从海面上吹上来 地面 这个就叫做 BioLap 白天发生BioLap 晚上发生BioDarat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 一整天的白天被塞了嘛对不对 他 他们得到的 Danaga Habas 是一样的 白天的时候啊 得到Danaga Habas 是一样的 只是说 苏乎 这个 BioLap 苏乎比较高 这个BioLap 苏乎比较 小 但是他们的 Q是一样多的 那么 Q一样多之下呢 白天晒了一整天啊 他还有 他有的Q啊 他有多少Q 他也是有多少Q 只是现在啊 他是小C嘛 所以他BioLap 苏乎很大 所以他就很快冷了 晚上他快冷 这里呢 是 慢冷 白天呢 他存着 默默的 白天他默默的存收热能 他是可以宽容大量的吗对 他默默的在存放的这能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 经过100天 整天塞着的 他就 存了一定的量 的Danaga Habas 然后他就 比较可以保温哦慢慢变冷哦 但是这个比较快冷了哈 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是10株了 这个还是Panase 所以同样的原理哦 同样的原理这边 的molecule 膨胀 因为Panase 靠近他的海面膨胀 就飞上去 Warm Air飞上去啊 Udara Panas 飞上去 就会造成有空缺 空缺了过后呢 陆地上的凉风 这快冷吗 快冷还是凉风 那就吹进来 所以这陆地上的风就吹向海 海面上 这个就是 Baiudara 所以这个刚才是关于到 笼统的解说 这里呢 华语的补充的就是说 他汤上满是砂纸 而且砂纸跟石头一样 比较小的Motan Harbor 等度 你可以想象啊 你在 家外面 日晒的时候 暴晒的时候 你拿一块石头 可能是 1kg的石头 以及你拿1kg的 水 拿去暴晒在外面的太阳底下 水比较快热 当然是石头比较快热了对不对 这个水啊1kg的水比较慢热 同样哦 如果是 同样一个 疏忽的石头 比方说是80度的 石头 1kg 跟 80度的 水 也是1kg 当我们 拿来放进我们的 疏忽比例 放进斯文 水比较快凉下来 当然是石头比较快凉下来咯 因为石头 大起大落的嘛 比较快 凉 下来我们的疏忽比例27度 这个呢水啊 就是 可以保温的作用 他就比较慢 达到这个 疏忽 所以沙滩是沙子跟石头一样有比较小的 Motan Harba Tentu Motan Harba Tentu啊 他的名字叫做 华语的名字叫 比热融 等下给大家看一个华语的片段 很好的解释关于这个 海风跟陆风的情形 然后沙滩的 跟海洋的情况 所差距的不只是比热龙咧 而且他还要看那个深度咧 所以海水的体积啊 或者是种水量 远远的比那个 薄层 的沙滩比较厚度比较大嘛 沙滩的厚度比较小 OK 所以沙滩的量也没有海水的量那么多 所以海水总是比沙滩表面慢热 以及慢冷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被晒了一整天晚上的时候沙滩表面很快被冷却下来 但是海水表面 还是有保温的作用 所以白天 白天所吸收的热能呢 被储存在海中 晚上呢 有源源不绝的热能输送上来 所以他就可以保温的作用 至于马来文呢我们怎样解释的马来文我们就看这里 如果是4分的point啊我们就尽量的把他写满他 就是要 提到这些关键词啦 巴达瓦都像 Tanagahabadei matahari disrapt Ole Ayolabdantara 就是同时被吸纳 他是很公平的照赛在这个 平地上跟海洋上 他不会很自私讲啊我给 陆地比较多给海洋比较少 他是很公平的 阳光普照嘛他普照就是 公平的照照的照片啦 然后大达能够的模型 大达比较快了的 OK 然后水分的大达 meningkat dengan lebih cepat 然后浓呢 反而是 模型大达比较大达 所以水分大达 meningkat dengan lebih perlahan 比较起大达 然后 permukaan大达 lebih cepat panas 比较大达 maka moleku-moleku udara panas di permukaan大达 akan bergerak ke atas 热气往上流 dan perbedaan tekanan menyebabkan moleku-moleku udara di atas permukaan laut yang masih sejuk bertiub ke darat OK 所以这个就是 海风 bayu laut 至于 晚上的时候呢 流风的时候呢 bayu darat的时候呢 pada waktu malam haba dibebaskan 或者 dihilangkan oleh air laut dan darat masing-masing 然后 darat mempunyai muatan haba tentu yang kecil suhu pada darat turun dengan lebih cepat 比较严重的 小山掉 然后 它的 suhu也 这样 tidak 很 drastik 然后 laut mempunyai muatan haba tentu yang besar suhu di air laut menurun dengan lebih perlahan berbanding dengan darat permukaan darat lebih cepat sejuk berbanding permukaan laut dan molekul molekul udara yang masih panas di atas permukaan laut akan bergerak ke atas dan perbedaan terkenal menyebabkan molekul molekul udara darat yang telah sejuk bertiub ke arah laut 所以就 晚上就 吹 流风 OK 我们来 开 给大家 剪接 一个 视频 给大家 看 理解 关于 这个 海风 跟 流风 的 现象 炎炎下势中 在大海中畅游 这个凉爽的feu 倍儿爽 不过一上岸 脚底瞬间感受到 沙子滚烫的热情 简直是 分分钟变猪蹄的节奏啊 诶 奇怪 明明大海里的水和沙子 一样在太阳下 晒得那么久 为什么水很凉爽 沙子却烫的人受不了 难道不同物质吸热的本领不同 那其他物质的吸热本领是不是也有差异 咱们来做个实验探究一下吧 我们选择质量相同的煤油和水 此时它们的温度都等于室温 然后对它们加热 注意 要加热相同的时间哦 你确保它们能吸收相同的热量 那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看 左边煤油的温度上升得更高哎 看来 不同的物质即使吸收相同的热量 温度也会上升得不同 这说明 不同物质吸热的本领真的不同 反之 放热的本领也是不同的 而体现物质吸放热本领的性质 物理上就称之为 笔热融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陌生 又有点霸气的感觉 它的具体定义是这样的 某种物质温度升高或降低 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与其质量和温度变化量成积的笔 叫做这种物质的笔热融 我们用符号C来表示 由此可见 笔热融的公式就是 C等于Q比上M乘以ΔT 按照国际单位制要求 热量的单位是胶儿 质量的单位是千克 温度差的单位是摄氏度 那么笔热融的单位就是 胶每千克摄氏度 此时咱们可以看出 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 当吸收或放出同样热量时 笔热融较大的物质 温度变化较小 那现在咱们来看看 不同物质的笔热融 其中水的笔热融是 4.2乘以10的三次方焦 每千克摄氏度 比沙子的四倍还多 所以在开始时的海边 水和沙子即使质量相同 吸收的热量相同 水的温度变化的也比沙子的少 难怪水带个人凉爽 沙子带个人炙热啦 原来是笔热荣感的呀 诶 哪来的香味 好的看了视频过后呢 我们 OK 接下来我们来 认识一下关于BD等于MCD的公司要怎么去用哦 刚才我们学了Experiment1跟Experiment2啊 的MOTAN HABART等于我们是用BD等于MCD的嘛 现在我们来看它是怎么使用 哦我们来看转多4.7啊 4.7是用到BD等于MCD的 这就是比较的 这个是比较的 这个是比较的 1.2kg 就是M 比较的比较1.5min 就是T啊 记得要换去沙安啊 然后我们来看转多4.7 25到55 这个是比较的 等于MOTAN HABART等于LOKAM 等于MOTAN HABART等于LOKAM 等于MOTAN HABART等于LOKAM 所以我们就用BD等于MCD 这种问题它不再直接给我们那种Q了 它没有给我们这个Q 所以我们就用BD等于MCD B等于100 D一定要换去沙安 1.5min 要乘60 换去沙安啊 等于G SIM 是1.2kg 然后C 比如说就拿55-25就是30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的C等于什么我们找到了 记得UNIA放正确啊 就KG-1 大家先说减义 然后Apaka Andayan Underboard 就是我们可以当作说 Tiada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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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边 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就是把他手中的线索呢 都把它陈列出来 然后当你要做的时候呢 BD等于MCD 就比较 直接可以跟Dini来咯 我们得到375 这里他没有讲到那个Andayan Andayan就是Tiada G-1 G-1 Habba B-1 G-1 OK我们再try 多一题 关于到BD等于MCD 所以你看备注这边 本来我们是学Q等于MCD的 本来是这个的 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会用 BD等于MCD 有时候问题没有直接给Denaga Haba 而是给QASA permanease跟MASA permanease 我们就用 PT因为QASA乘MASA等于MCD的那个 而且T 一定是要DALAM UNIT SEAT 因为 P的unit是 JOW111 那么你再乘跟那个T DALAM UNIT SEAT呢 他才会cancel掉 得回 这个 JOW 得回他的JOW Permanence random 你 digunakan 慢慢 didapati kehilangan Level QASA呢 他已经 标签多少Watt 他的QASA 标签多少Watt 已经看不到了 已经模糊掉了 B等于MCD MCD B不知道 但是T等于60Watt 然后 M 1KG C 4200 Permanence 15度 所以把这个 丢回去给他除啊 我们就得到 1050Watt 所以他的QASA BG permanease 学起来 之前我们的 前面那个视频啊我们学的MOTAN HUBBA 等度啊 都是这样子用不了 单一的使用 单一的使用 多少的那个HUBBA 或者是 DESRUP 之类的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要知道啊 我们要用的是 QBP 等于 QSRUP 就是已经牵涉到 本来连的HUBBA的事情 已经牵涉到 QSRUP的事情 OK 就是 两样东西参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高温的那个东西会释放热能 比较低温的东西会 吸收热能 吸收到一个程度他们达到QSRUP他们的疏忽就已经一样了 这个这个观点我们要去会啊 我们先看 JONTO LIMA跟JONTO NIMA JONTO LIMA SATU KEPINGAN PLUMBEM BECIM 1.5KG PADA SUHU 90TU DIMASUKKAN KEDALAM 1BKAS YANG BERISI 2KG AIR PADA SUHU AWASAN SETU ANGGAPKAN BEKAS TIDAK MENYERAP SEBARANG HABAR DAN TIADA HABAR DIHILANGKAN HITUNGKAN SUHU AKIER AYE 这里就是要考虑到 KESEIMBANGAN THERMAL的事情了 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就是有一块 PLUMBEM的 铁片 PLUMBEM 片桩的东西 PLUMBEM的片桩东西呢是GISIM这样多 GISIM PLUMBEM 这样多 它其实起初是很高温的 起初它是 90度 然后DIMASUKAN DALAM BERGAS 2KG的IER 所以这个是IER 2KG 本来它是属于30度 它比较低温的 这个比较高温这个比较低温 然后 它们两者之间呢 ANGARA这个PLUMBEM跟这个IER之间就会发生 热能的传递 起初是 PLUMBEM传给水比较多 比较大的GADA 因为它比较热嘛 但是当到达了 KESEIMANG THERMAL的时候呢 它们达到 GISIMA 就是你来我往传来传去都是一样的 然后 就是不要包括这个第三者 这个BGAS第三者的事情我们不要去 考虑先 我们只考虑两者的关系 就是Plumbum跟Ie的关系 系统跟Suhu Arc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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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要我们找Suhu Archeo Data Final Final Temperature Bagi Archeo 其实它也是Final Temperature Bagi Plumbum 我们要知道 因为Kesemangan Thermal 就是当达到Kesemangan Thermal的时候 Suhu Plumbum跟Suhu Archeo Archeo 是一样的 而且是在这个之间 我们计算的时候 如果你的答案 如果我们的答案 超过90度 或者是少过30度 那个答案就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 Q Bebas 等于 Q Suhu Archeo 我们知道谁是释放热能 谁是吸收热能呢 当然是这个啦 这个Plumbum比较热 所以Plumbum释放 然后 Ie 吸收 这个我只是写清楚给你看 等一下 Ganty你来的时候比较 精准一点 真正你只需要写这一句就可以了 写这一句了 你就 M C Data E 等于 M C Data 2 而且M不一样哦 因为这个M Plumbum的Side 是1.5KG 所以我要放一号二号 这个1.5KG 这个2KG 所以要把它插气起来 Plumbum的C 跟Ie的C也是不一样哦 所以我也是要写C1C2 因为Plumbum呢 它比较小气一点 Ie的呢 比较大量一点点 Burban data呢 记得拿 大的输户 减小的输户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输户 Ie是多少 我就写一个 Final Temperature在这边 所以M1 Plumbum的Gsim是1.5K 然后C1呢 Plumbum的C是140 Plumbum的温度差距呢 它本来是最高温的 后来它会变成降低一点点 所以你拿这个90件Data 等于 GsimBuggetIe是2KG 2KG 2KG Modal好吧 等于BuggetIe是4200 OK 然后它的温度的差距呢 本来它是30度不了 本来Ie是30度不了 它吸收来自Plumbum的热能过后呢 它就会升温 升到超过30度 所以你就拿Data减30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是 90件Data 一个是Data减30 因为Data在他们的中间呢 Data的价值在他们的中间 所以它不可能是 90减Data或者是30减Data同时出现的 它一定是一前一后的 而且它都是Positive的 这个你来Positive 这个你来也是Positive 它不会有Negative的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乘应器 1.5乘140 再乘90 你就会得到18900 减了1.5乘以140 再乘以这个Data呢 就是210Data 将会等于2号乘以4200 再乘Data就是8400Data 减了2号乘以420 再乘以Negative30 减得到Negative 252000 对不对 所以就把Data搬在一起 这个Negative的丢过去这边 变成Positive加跟这个18900 把这个Negative呢 丢过去这边 变成Positive Positive210再加8400 然后再拿来除 你就会得到 我们就会得到Data 什么那个 31.46度 这个就是它的方式 关键是我们要知道谁是释放热能 谁是吸收热能 然后把它数据干净正确 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答案了 我们再看地底 Zika2kg IoPanas 把它输入100度 你当把 10kg IoPanas 把它输入28度 Bara 把它输入 Aqeo Zamburan 1度 OK 我们也要把这个当作两件事情哦 两个东西参在一起 虽然该还是 啊 Solid的 Plumbum 加跟那个 ZaJayu的Io Plumbum加跟Io 一个固体一个液体 你当作是两件事情 这个也是当作是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一个是2kg的水 100度 一个是10kg的水 28度 OK 我们把它分化起来 然后Bara Bara Bara Suhu Aqeo 记得也是一样 Angap Tiada Kihilangan Haba 所有被这个所Babas 的Haba 已经可以被它所Sera 而且是Gesemangan Termal的 所以它的温度哦 是 最低是28 最高是100 所以它的 Suhu Aqeo 肯定是在 它们之间 所以记得我们的方式就是QBabas 等于QSera QBabas 谁Babas啊 我们就写了M E C Theta E等于 或者你要放三角形也是可以 M 2 C 1 2 2 为什么这时候我的C没有放C1跟C2呢 因为它们同样都是水来的 OK 虽然是 两种不同Gesem的水 但是它们都是水呀 给它们都是水的话哦 它们的C是一样的 Nilai Morton Haba等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可以Cancel掉 但是Gesem就不一样咯 谁是释放的100K 100大家小时的负责Babas Haba 所以2KG的东西负负Babas Haba 它的温度差距呢 就是拿100 减掉后来的 速度 至于那个吸收热的呢 就是那个10KG的水 10KG的吸收了这呢 它就会升温 升温到Final Temperature 减掉它当初的比较低的温度 同样呢 我们就把它乘进去 200 减掉2data等于 10data减掉280 所以把它搬来搬去 480 等于12data 那么data等于40度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在它们的之间哦 请确定答案是正确的 我们直接把这一面也讨论完哦 它还有几题是关于Pt的inc.tv 3000W 多少 所以这就是 我们来看看2KG deripada 这个是GSim来的 20度起到70度 所以这个是Bluphan15 他给我们C 所以BluphanMasa T等于多少 T等于多少 那么我们就 PT等于 MCBluphanTHETA 然后P是3000 T等于 M是2KG C是4200 PluphanTHETA是50度 70减20大减少50度 所以得到T等于 143A 看问题他有没有要求你换去Minute 如果没有要求我们换去Minute 我们就保留到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这题S6 什么periodaluminum yang bergisim 酱多400g mengalongi600g水 如果aluminum的iopanas Lipanas跟deripada 27 hingga100度 所以他开火 然后就造成 这个aluminum 锅 以及 里面的水 同时 达到 100度 同时都是27起到100 Hiton kan quantity harba and disrupt Aye 所以Aye 我们就拿quantity harba quantity harba 什么呢 mc theta Aye的gisim等于多少 Aye的gisim是 记得要用KG 0.6 Aye的c是 4200 Aye的输入差距是100-27 所以这个我们做到 183960zou 他吸纳了这样多zou 至于aluminum呢 quantity harba mc theta 或者是你要专业一点你就放M2 C2 Bluphan theta 2 OK 然后 M2呢就是 0.4罢了 C2呢是900 Bluphan疏忽呢 一样哦27到100度 那大的减小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26 280zou 所以为了要让 aluminum 从 27起到100 我只需要给他这样多 好吧就够了 但是为了要让里边的水 从27起到156 我要给到这样多的 Tanaga 因为 水比较 慢热 水比较慢热 他比较含 溶热 能力比较强 比较能够暴容 所以他就需要比较多的 Tanaga好吧 才能够 成功的 即将 让他生气 最后一题 我们看这里 c 等于什么呢 同样我们用 pt 等于 mc 波鲁潘data 这个 b 呢 2 exponent 3 等于 Gsim 3kg c 还不止道口 然后波鲁潘速度是75度 啊我少写一个 t 哦在这边 补充上去啊 2 exponent 3 乘以 t 是8 minute啊 8 6 48 480 4803 因为我把那个minute换成3嘛 ok 好 所以当我们搬来搬去我们就得到我们的nilicc 什么呢 4266.67 zo kg-1 所以它是比nilic表外比较多一点 本来是4200的嘛 4200 但是这个是用实验来做的 就比较高一点出去 OK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多多少少学到一些知识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